土著团结党主席穆佑丁曾经邀请巫统前领袖凯里入党 如今更盛传凯里可能会以团结党的名义 出战双星毛诺国席底下的其中一个州议席 但凯里随后在E3gram临时动态上 以各种震惊的表情回应报道 马来西亚情风报引述雪州一党资深领袖报道 凯里的名字虽然不在一党周旋的名单里 但可能在团结党的名单里 这名一党领袖还表示 国盟接受外人代表国盟上阵 协助国盟获胜 当今大马引述前风报的报道后 凯里在社交媒体转发有关报道 并贴上多个震惊的表情符号 貌似他本人也对这项传闻感到震惊 但凯里并没有进一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 也是卫生部前部长的凯里 在去年大选时转战双星毛诺国席 但以两千多张多数票 不敌公正党候选人拉马南 国阵和西蒙组织团协政府后 巫统开除了凯里等人的党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